金砖國家都是具有重要影響的國家 對世界和平和發展肩負重要責任 在本次會晤中,我們圍繞當前國際形勢 金砖國家合作等問題進行了深入交流 搭乘廣泛共識,發表了峰會宣言,取得了封碩成果 五國領導人一致同意邀請沙特、埃及、阿聯酋、阿根廷、伊朗、埃塞俄比亞 成為金砖大家庭成員 中方對這些國家表示祝賀 對主席國南非和拉馬福薩總統所做出的努力表示高度讚賞 這次擴言是歷史性的 體現了金砖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團結合作的決心 符合國際社會期待 符合新性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 這次擴言也是金砖合作的新起點 將給金砖合作機制注入新活力 進一步壯大世界和平和發展的力量 我相信只要我們齊心協力 金砖合作大有可為 金砖國家未來可期 讓我們共同努力 譜寫新性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團結合作謀發展的新的篇章 從未來的一個城市 在日風中 十字幕之間 是旅行的